不能带这名士去 因为她是在这个 她要回宫了 她这名士是不可能 一个穷乡批养长大的女孩子 是不可能到皇宫里去的 所以她就要跟她分别了 又要跟她这个未出世的孩子分别了 所以她现在变成很痛苦 然后呢 好 她就回去了 她就回到了那个 她就回到了宫里 回到了宫里这时候呢 我们说原氏跟她的继母 不是生了那个小孩吗 那个小孩呢是冷泉帝 那个小孩呢 在她那个同湖皇帝过世之前呢 就已经命名了她是太子 并且命名了她是太子之后呢 就叫原氏说 等她这个哥哥退位的时候 原氏就是当她的那个大臣 就是等于说掌管朝廷了 好 最后 所以这时候呢 朱雀帝呢 又把位子让给了冷泉帝 又就等于让给了原氏的儿子 然后原氏的儿子呢 原氏呢 他就说 他觉得他一定要告诉他儿子 这个身世 他现在已经当天皇了 他就告诉了他儿子 他儿子这时候 就说 这是日本人对父亲的那种 怎么叫 那种 就是说那种 崇敬 他儿子就恨不得把自己的王位 要让给他一样 就说对他特别的好 所以这下原氏公子 他又回到了他 从来都有的辉煌 好 那子鸡也看到他回来 很高兴 可是 这个小孩出生了 出生的是一个女儿 然后原氏就跟他说 子鸡跟原氏之间 没有小孩 原氏就跟他说 哎呀 他说我们这个女儿 他现在他这么样的位子 他们的女儿将来是要进宫的 是要当未来的皇后的 可是这个女儿 谁来培养他呢 只有你来培养他 因为那个明石鸡 是不可能培养 是不知道怎么培养他的 所以说这就是子鸡 一个伟大的地方 他忍辱负重 他说好 他说我来培养这个小女公子 所以他就培养了 这小女公子 然后原氏说 哎呀 这个妈妈 你把这个妈妈 就是说跟这个女儿分开 也不好 是不是 然后他们又把这个妈妈 也弄到这个 工程 这个京城里来 虽然那个妈妈 你明石妈妈 虽然他也明白 他也知道为了女儿的前途 交给子鸡 抚养 更好 但是呢 他也这样 他到京城里来 原氏呢 也还经常的会去 他住 他并不住在他们家 住在一个小地方 他也会经常的去看看他 什么 所以就是说 这里面的关系都很微妙 然后这时候子鸡就说 很通情达理 子鸡呢 就把这一位小公子呢 就抚养 抚养长大 最后呢 是进了那个皇宫 当了那个 当了皇后 好 这时候 那个我们说 这个子鸡 我看有没有下一张 好 这那个 我们再下一张 好 这一件衣服 这时候呢 那个他们已经 就原始因为他现在非常的 地位非常高 他就造了一个六条院 他就在六条院 买了一大块院子 然后造了各个 各个花园 然后他 因为时间关系 我不能把他所有的 剩下的那些情人 都一一介绍 所以他把他的那些情人呢 就一一的呢 就请到这些 那个宫里来 请到他的 那个大官员 里来 然后呢 这是过年的时候 过年的时候呢 他为每一位 那个情人呢 都做了 根据他们的性格 和特点 做了特别的 那个和服 然后呢 这是他们 他在送给他们 这是原始坐在那里 这是他身边的那些人 送给他们 这一点 也是子姬的 非常就是说 让人感动的地方 他 现在他是一阵 原始家里的女主人 他对这些 周围的人都特别的好 不 然后呢 他就是说 那个 被他们 就是说 定制这些 精致的和服 并且他对他的 这些下人 就是说 更是好 每一次礼节之后 他都要 这一点 就是说 你读了以后 你会发觉 这日本的文化 他们对这些 下人 人家不帮你做的事 他要准备 非常丰厚的礼物 送给他们 就是说 对下人好 也是就作为 一个女主人的 一个美德 好 所以这是他们 送给这些 各位夫人们的礼物 好 再看下一个 然后 这是和平公主 再下一个 好 现在又出现了 一个新的女子 然后 这个 那个子鸡 子鸡的问题 在哪里呢 她的身份问题 所以 这是又一次出现的 这也是日本文化的 一个 就是她的 这个女性的 她的背景 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然后 这个原氏的 那个 她的那个谁 她的哥哥就觉得 原氏 你虽然在朝廷里 那个位置很高 但是呢 你没有很高贵的 就是说 她没有很高贵的血统 怎么办呢 她就把她自己的女儿 她自己的女儿 叫三公主 这是三公主 所以这个女孩子 是原氏公子 可能女儿的那个年纪 就三公主 她就下了一道命令 跟原氏说 你要跟这个三公主结婚 对于一个男人来讲 日本朝廷的一个男人来讲 如果你要能跟公主结婚 因为跟公主是有天皇的血统 那从此以后 你们家的人就血统高贵了 所以这其实上对原氏来说 是一个抬举 这时候原氏已经四十多岁了 所以那个对原氏来说 这是一个抬举她 然后原氏她就 她现在就有一个 怎么讲 她就有一个挑战 好 一方面她是非常的爱子姬 然后子姬又跟她 那个经历了那么多患难 现在那个 她为了她自己的那个 以未来的家 她自己已经有关了 她为了她以后的 他们家族的那个血统的那个地位 她现在是否要跟这个公主结婚 还是要拒绝 还是跟子姬在一起 当然她最后选择了 要跟这公主结婚 然后呢 这是让子姬 那个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然后呢 但是这位公主呢 比原氏 这位公主很小 才有十几岁 并且这位公主 也有一个爱人 所以原氏跟她结婚以后 不久呢 这位公主也生了个小孩 这个小孩呢 不是原氏的 所以原氏当年做的事情 又轮回到她自己身上 然后 子姬 这件事情 给让子姬的打击很大 然后她就生病了 生病以后 她就跟原氏说 她要出家 她要出家 但是原氏太喜欢她 就不舍得留她走 就一直把她留在宫里 好 Next Next 然后最后子姬呢 就死了 子姬就病死了 子姬病死以后 那个 这个整部张小说 用 就说人世公子 就花了一年的时间 都在痛苦欲绝 就在想念这个子姬 好 Next 最后 这部小说 精彩的之数 我们说这部小说 一共有54个章节 在她有42章 这一节的时候 她有一章 叫云影 云影就云彩的云 影去的影 这个云影呢 只有标题 没有内容 然后 云影之后的下一章 袁氏就死了 就说 就已经是 蒋袁氏 她的后代 她的儿子 然后 这个 他们说 这部小说 精彩之数 子氏部 他没有写 袁氏怎么死的 因为这个主角 他写了子姬之死 他已经写了 那么悲痛 就是说 他已经没有办法 再 就是说 再写了 所以当他要写一个 巨大的悲痛的时候 他反而选择了 不写 他留下了一个空白 所以 这是小说 写小说里面 一个非常怎么讲 非常精彩的一个手段 就是说 他只写了题目 留下了空白 然后这是那个 人家画画的人 就是说 画了云影 就是说 云影就说 他后来消失了 即使他是怎么走死的 他是怎么出家的 我们不知道 就是留给了 我们的想象 所以后来 袁氏公子呢 就 这是他的结局 好 然后 袁氏里面呢 有 这是 这个呢 叫 西言 好 西言 袁氏里面呢 他们那个 我们就讲一下 就说 这故事就讲完了 它里面呢 有很多 我们说 有很多 根据他这个 故事情节发出来的 他的每一个章节 都是一个女性的名字 这个西言 是他曾经 他喜欢的 一个女性的名字 这个西言是什么呢 是一种花 这种花呢 是喇叭花 这个喇叭花呢 是晚上才开 晚上才开的时候 然后 你今天到日本 进都去 你还会去看见 很多人家有篱笆 篱笆有喇叭花 然后这喇叭花呢 是非常的谦弱 它晚上开了 它白天 一到夜里 它就泄了 然后 这个西言呢 是一个女孩子 这女孩子呢 她是出生贝微 然后原是跟她有的 这么一段恋情 所以 你们要去看的时候 西言会是一个 经常出现的 就是说这个白色的 非常谦弱的花 然后是非常出现的 一个主题 然后我们现在就讲一讲 这个原始物语这个影响 我们说它创造了日本的绘画 然后日本的这个绘画 有一个特点 我们看的是 我们是从屋顶上看下去的 然后这些绘画 好像把那个屋顶都拿掉 屋顶拿掉了以后呢 你就看到这个人 就说 它其实有种像连环画 所以原始物语这本小说以后呢 100年后就有人画了每一张 他们画了54张的连环画 然后从此以后不断地有人用这种形式来画 所以今天我们看的manga 就是看的连环画 都是从这个开始的 所以说原始物语是激发了日本绘画的一个开始 然后那个还有一点事情 就是说那个时代的人 那个时代的男人和女人是不见面的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情况下 这个这些画的 就是男的是在夹缝里面去偷看 所以你们在那个大都会博物馆 有很好的屏风 然后屏风呢 是那个是日本 就是说因为他们那个 他们的房子是开通的 所以它有很多的屏风 然后那些女性呢 是在这屏风后面说话的 所以这男的是隔着屏风 听见他的声音 更多的时候 他们并不是说话 而是写诗 然后这男的去就写一首诗 然后呢 从这个围屏底下塞给他 然后这女的呢 再写一首诗 他们从写的这个诗的诗句啊 用的这个纸啊 然后这个香气啊 他们那时候 那个平安神功的诗诗 非常的讲究 就衣服的那个 裙的香气啊 衣服的颜色怎么搭配 都非常的讲究 然后平安皇朝之后的700年 是那个武士的时候 武士那个700年 是雪与兴风 是在打仗 但是这些武士的 雪与兴风的打仗以后呢 他们所追求的美 是平安皇朝的美 所以你今天看到那些武士 它的那个宝剑上的 那个刻的花图案 全是人世皇 就是人世物语里面的图案 然后那些武士家里嫁女儿的那些嫁妆的那些礼盒 也全是原始物语里面的那些故事 然后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大都会这个展览 所以它展的是1000年来 因为原始物语所引发的那些各种各样的纪念品 就是一个艺术品 好 这个 这是另外一个 这是服饰会 服饰会里面这个人叫空蝉 空蝉是另外 空蝉我们也没想到 空蝉 空蝉是什么 是一件衣服 是不是 壳 那个是一个蝉 空蝉 这是一个原始非常喜欢的女子 但她从来没有跟她 就得到过她 好像她就空蝉 她只拉到了她的一件衣服 她从来没有找到她 所以这个名字很妙 这叫空蝉 那个我们说这部小说 它有很多细节 它的细节美的地方呢 有一章它就讲到下雪了 然后那些人呢 就怎么样要用那个挑肘枝干 去把那个松树上的那个雪花打掉 所以这种很多美丽的细节 都正是因为这部小说 有了这么多美丽的细节 所以她们才可以 画出那么好看的画来 然后她的那个 我们当时的那个 当时的女性的那个美是 是要头发很长 就头发是最好要跟 就是说地一样长 所以呢 这里面你也看到 就是说所有的女性的头发 都是很长的 正是讲那个 袁氏她把这些女性都 她的那些情人都住在她家里 所以有一个大风 大风夜的晚上 你可以看到那些帘子都飘起来 然后她就挨家 每一家的去访问 去关照她们 她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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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到情愿也很累 我是觉得三七六七的吃饭 真是我们的好好的 好 看看 看看 我很觉得老师 选了这些头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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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